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在这里从物流到后方 所有的一切民族都给我们提供了很方便的优势政策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真的是没有后顾之忧 通过对这些创新企业的服务 吸引社会资本和创新人才 促进了创新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 加速创新成果的传业化 助力北京加快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 同时发挥资本市场的枢纽功能 进一步为首都汇聚资金流 信息流 人才流 机构流 助力首都金融管理中心功能建设 这条河那边就是工业区域 一般也不展开 这地方离楼远一闻就一股臭的红鲤骨味 通过铺设沿线的捷屋管线 铺设生态湿地包括种植水生植物 对于整体的河道的流域治理 做了一个全面的提升 按照我们现在的监测数据看 新凤河从原本治理之初的猎物类水体 已经全面提升到了四类水体 我们通过这个水质数据收集 所有的数据都实时传输到我们的信息中心 计算机模拟分析以后 它会给出一套最佳的连条连控的方案 运营人员到现场解决问题反馈 然后实现整个一个运营的闭环 从现在老百姓来得多了 因为治理得这么好 这湖面里边的小鱼 那个野鸭吧 小小鸟 非常好 这地方设置也整得挺配套的 给老百姓带来不少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